弟兄姐妹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早上的主日环庆 好不好你转向两边 朋友跟她说 今天让我们大大的精力神 今天让我们大大的精力神 好 邀请大家 请将您的手机转静音或转振动模式 你邀请大家从座椅上面站起来 我们要来敬拜这美好的上帝 邀请分堂分点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好不好 一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转向两个朋友跟她讲说 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拍手 神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没办法 你让我想让你住 你拯救我 你搞什么 如何是胜利 来重量我 你一支我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你拯救救我 He wants you wanna shout Halleluia 是你是耶稣 为了你陪着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Yeah, halleluia 是你陪着我们的三美 让我们开口再唱一次 每当我想到你 主 你拯救我 你高兴我 如何是胜利 哪会充满我 你一致我 你我道指高出 每当我想到你 主 你如何牵涉我 你我会向你 是我如今爱 在心中你笑 He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ia 谢谢耶稣 唯有你陪着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He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ia 谢谢耶稣 唯有你陪着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Yeah Yeah Halleluia 好 我们跟其他人再唱一次 好 我们跟其他人再唱一次 Halleluia 每当我想到你 主 你拯救我 你高兴我 如何是胜利 他会重断标我 你拯救我 你睁目 professor 知我 我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唯有你配合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唯有你配合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It makes me wanna shout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唯有你配合 所有的尊重 所有的美 Yeah Yeah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Hallelujah 咱们来拍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埋有平安 神明这夜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里面 活着 我寻找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对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付出这世界 我高居 耶稣的敏 我寻找在我里面 用 我寻找在我里面 我寻找在我里面 我勇敢证明 耶 哈利路亚 有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勇敢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埋有平安 神明这夜 就在耶稣基督里 神明这夜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里面 活着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被世上 一切更有能力 我付出这世界 我高居 耶稣的敏 我寻找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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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 我勇敢站立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对世上 一切更有能力 我付出这世界 我高居 耶稣的敏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我寻找在我里面 敏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 我勇敢站立 有余 开口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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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里面有 我随拥有万有的利益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随高 在我里面有 一身上有些更有的利益 我不守着世界 我靠近耶稣的利益 我随高 在我里面有 我随拥有万有的利益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耶 哈利路亚 主有你在我们里面 我们勇敢站立 耶 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在美里 就你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 你浇灌我们每一个人 哈利路亚 就赐给我情节的心 就赐给我情节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你 因你先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我祝你对我鼓掌 我祝你对我鼓掌 每一天带领我 更多亲近你 我愿这一生 我愿这一生 更想你 就与我同行 哦 主 我愿意 赐给我 你唱完谨 在这个年龄 就与我 你自己带声 你上完整 我跟随你 我跟随你 靜靜跟隨你 我可不更深愛你 以你一線愛我 跟隨你的腳步 握住你對我護照 每一天帶領我 更多親近你 我願這一生 更想你 求與我同行 主 引到我生命 賜給我 甜美的你 能呵護你心意 一生跟隨你 我願這一生 更想你 求與我同行 主 引到我生命 賜給我 甜美的你 能呵護你心意 一生跟隨你 我唯一顆夢 以為你同在你 我唯一顆夢 我唯一顆夢 一生跟隨你 我唯一顆夢 我唯一顆夢 一生跟隨你 我唯一顆夢 一生跟隨你 求與我同行 求與我同行 主 引到我生命 賜給我 甜美的你 能呵護你心意 一生跟隨你 耶穌這是我們的禱告 我們願一生一世都來跟隨你 主 我們真的要說 主 我們願意住在你的殿中 一日遠勝過在這世上的千年 主 我們真的相信 當我們這樣來呼求你的時候 我們也宣告天堂的門 今天在這裡打開 來觸摸到每一個 需要經歷你的兒女 謝謝耶穌 我們真的相信 今天神榮耀同在在這裡 我們也真的相信 神非常顧你 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所以我們要先邀請 所有的代導同工 能夠未必到台前來服侍 我們的弟兄姊妹 那我們今天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特別領受到 在我們當中有些朋友 你可能因為一個人 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場景 讓你想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孤單 好不好 神今天要鼓勵你 是在那個狀況裡面 神的愛都在 在神的愛當中 沒有任何的恐懼 今天神要完全的挪去 這樣的恐懼 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在我們當中 有些朋友 也許你在過去的一段日子 你跟一個人的關係 處在很緊張 特別是很親近的人 可能是你的主管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夥伴 好不好 神今天要特別 來祝福你們的關係 好像神說 有一個新的關係 要進入在你們當中 好像你有智慧 來面對這個新的關係 我們也特別覺得 在我們當中 有一些朋友 你過去的一段日子 你的經濟出現的一些問題 讓你覺得非常的 有重擔跟有壓力 神今天要釋放一個 從天上來的智慧 讓你知道怎麼管理 自己的財物 也賜下那個豐盛富足的恩膏 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另外上帝要帶來 一些身體上面的 恢復跟醫治 特別是有些 自體免疫方面的問題 像是肋風濕性關節 岩漿直性脊椎圓 或是因為你最近 有一些狀況診斷出來 你有自體免疫的問題 今天神都要來醫治 另外上帝要來 醫治一些流感方面的狀況 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 最近感染了流感 或是說你很擔心 是不是感染有流感的症狀 例如說像頭痛發燒 或是胸悶這樣子的狀況 或是你咳嗽長期 久咳不遇 今天神都要來醫治 好不好 如果相朋友 聖理的話我們邀請你 當敬拜團繼續敬拜的時候 您走到台前來 相信我們的代道同工 還有上帝自己的愛 要來服侍你 聖理我們歡迎你來 今天在這個會場的當中 主我們要來高舉 你是耶和華拉法 你是醫治的神 釋放你的醫治 在每一位兒女的生命當中 耶穌全世界萬有的主 耶穌全世界萬有的主 從起初直到最後 從起初直到最後 我心得依靠 永遠都是你耶穌 耶穌 耶穌 耶穌我承認生命的主 的起初 就從起初直到最後 生命的救救 永遠都是你耶穌 耶穌我心遍你所求 我 忽然能与祢相遇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 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耶稣我承认生命的主 耶稣我承认生命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生命的救助 永远都是你耶稣 耶稣我心别无所求 不忽然能与祢相遇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 我心别无所求 不忽然能与祢相遇 耶稣你是中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 只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天 耶稣你是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天 耶稣你是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 天 耶稣你是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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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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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都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你是救赎主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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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耶稣 祢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祝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祢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从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耶稣 祝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耶稣 你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我心 直到主天 耶稣 耶稣 你是为你 我全然为你 一切全然为你 祝我心 一切全然为你 直到主天 好 我们要来欢迎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非常的欢迎你 邀请你数到三的时候 举起你的手来 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同时要请你来填写流民卡 稍后在奉献的时候来回收 一二三 给我们新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好 我们邀请所有的新朋友稍后 我们的招待同工一下 举着您的手 直到你拿到礼物为止 也邀请所有的新朋友聚会之后 能够留步十分钟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 后面还有新朋友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好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 好 在新朋友的填写的过程里面 我们先来观赏这个礼拜见证的短片 曾经是十几年的老烟枪 我平均一天大概要 抽到后来大概要抽到两包 曾经是十几年的老烟枪 我平均一天大概要 抽到后来大概要抽到两包 我对外都宣称一包 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包括我唱歌 我喜欢唱歌 那我开始唱歌的时候 开始有老烟枪 老烟嗓的那种情况 身体好像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那我心觉说这样子不行了 我再这样抽下去 我真的会 我的喉咙真的会坏掉 我身体也会开始出状况 那讲真的说 这么大的眼影要戒掉 真的很困难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读到就是身体是圣灵的电 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 好像电里面弄得无烟瘴气的是庙不是电 所以我抽烟就等于是把电弄得无烟瘴气了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想要再一次戒烟 我不想要把我的电就弄得无烟瘴气 这样子 于是我开始就是 跟主宣告我说 主啊 我想要为你而见 祝你帮助我 我不要当烟的努力 我要当你的仆人 然后抽烟的时候我就继续宣告 然后继续赞美神 说主啊 主啊 祢必定会帮助我脱离烟的恐怕 这样 主我赞美你 我就继续宣告 然后祷告 然后你知道那个烟瘴就 就来的时候 可是就很自然而然就可以克服 跟之前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就是 你之前会焦虑 就烟瘴来的时候会焦虑 会脾气暴躁 但当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是 除了对象不同 我开始 我是为主而见 然后再这样动机不同 我开始 我开始祷告 我开始赞美神 然后我那个暴躁啊 那个脾气 就烟瘴来的那个脾气就完全不见了 然后变得很喜乐 然后这一时间就 然后就这样子经过一个 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 一个月 然后一年过去 我知道我成功戒烟 感谢主在我接音成功之后 我声音变得干净 而且我批曲也开始唱得准了 所以我也开始加入敬拜团 我希望可以把变干净的声音 能够用在敬拜来荣耀神身上 让我们这样一起的掌声和荣耀归给神 我们这样真的相信靠神 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要宣告这样子得自由的恩高 要在每一位来宾 朋友跟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观看 这个礼拜重要的报告事项 让我们一起来看 欢迎所有的惊奇家人 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周的重要报告事项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惊奇儿童母区 即将在3月26号早上9点 在主堂举办家长座谈会 在这次的座谈会中 我们的大家长修哥 也会到场分享他的育儿经验和理念 这个活动是需要报名的 邀请你有孩子在儿童母区聚会的家长 一起报名来参加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蔡琴福音演唱会的票 原本早已销售一空 经争取后 目前有加码的票券可以购买 数量有限请大家把握机会 为自己和新朋友买一张票 在美好的音乐和感人的见证中 让新朋友自然而然认识耶稣 复活节受难纪念晚会 纪念耶稣 3月22日礼拜二晚上7点半 请着深色服装 邀请你一起来纪念耶稣 仅此一场请尽早入座 好 更多重要的消息 请详阅周报 也让我们3月22日可预备心 一起来参加纪念耶稣的受难晚会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奉献来 敬拜神 让我们一起大声的宣告 神的应许请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 一和花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驾有心酒盈意 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个操作守则 你知道当我们拿到一个新的电器 拿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看那个操作守则 才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这个美好的家具 或是美好的电器 可是你知道上帝把圣经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像就像一个操作守则 告诉他的儿女 怎么样我们可以过一个非常蒙福的生活 你知道这里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以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神 重点其实是尊荣神 上帝非常的乐于祝福他的儿女 可是好像神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在凡事上将神摆在首位 神说当我们更多来尊荣他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仓房 必定是有余的 我们的手是有获财能力的 上帝非常乐于祝福他的儿女 好像我们可以来祝福这个世界上 许许多多需要的人 最好帮我们一位神的儿女 我要鼓励你 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敬拜的心 用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尊荣的心 一起来尊荣我们的天父 好像我们真的是知道 在这个世上的日子 我们用透过奉献 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来尊主为大 好 在此有两个小小的提醒 如果你是收看线上的弟兄姐妹的话 现在可以点选线上奉献 和我们一起用奉献来敬拜神 那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 新家人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邀请你先不用来奉献 奉献是为着神的儿女所预备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支持 我们的社福单位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向你线上最大的感谢 主因为你说到我们 以一切出手的果子来尊荣你的时候 我们的仓房必定有余 主求你把这样的豁材的能力 丰盛的恩高 赐给我们你的每一位儿女 也赐给每一位来宾朋友 我们将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他永不失败 他是全能的神 超过一切所想 照顾一切所求 祂尊重大事 被告知 祂胜过死亡 以复活我生世全能 因祂命我们的舍 因为主我生世全能 以后同在身在我身旁 祂尊重大事 照顾一切之事 照顾一切盼望 祂尊重大事 被告知 祂胜过死亡 以复活我生世全能 因祂命我们的舍 因为主我生世全能 让我们一起起力来唱 被告知 要胜过死亡 以复活我生世全能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奉献 我们宣告祂是全能的神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祂是在爱中创造我们的 祂是在爱中赎回我们的 祂是在每一天在爱中 领导我们祝福我们的 我们谢谢祂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正在暂时 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提摩太前书 我们一起读 请 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祢 当我们打开圣经 当我们看到保罗所写的 这段话的时候 主我们要领受 从圣经来的真理 成为我们生命往前走的准则 主在今天当我们 来分享这些话语的时候 圣灵我们邀请祢 成为这些话语的主人 成为在这个会堂 在每一个分堂点 在每一个转播点 每一个低盘前面的主人 主唯独祢 对我们的心说话 唯独祢 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 谢谢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请坐 我们有几个分点跟几个分堂 跟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跟他们挥手之意好吗 对于中苗 北屯 沙鹿 这三个分点 还有这四个分堂 是新竹 苗栗 彰化 高雄 我听说在这个时刻 也是在墨西哥 也有一组人在那边 跟我们一起敬拜 还有在礼拜一的早上 10点到12点 弟兄姐妹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欢迎你每个礼拜一的早上 10点到12点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在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系列 第二个讲次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 你怎么样把你的焦点 转注到耶稣的身上 因为耶稣是这个圣灵 耶稣是这本圣经 是这个圣经所传递出来的信仰 是这个信仰所交距在一起的 的教会的唯一可能的焦点 各哥们讲说耶稣是焦点 过去曾经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一开始认为是在传福音 当然用的是科学的研究 用的是教育 用的是医院救急救难 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开始他们是因为 为了耶稣的关系 他们出发他们开始去传福音 可是到最后 他们开始失去了焦点 以至于后来在后面的人 再也看不出他们所做的工作 跟圣经有什么关系 你看到很多很不幸的是 这些原来很伟大的 开始的福音工作 到最后因为失去了耶稣的焦点 以至于他们失去了 那个工作的意义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 在复活节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要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提到了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就了五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耶稣祂赦明我们的罪 耶稣祂赐下永生 耶稣祂给我们做儿女的身份 耶稣祂给我们有儿女的权柄 最后耶稣祂呼唤起 我们生命里面的目的 要成全我们的目的 下个礼拜当修哥 又回到这个台上的时候 他将要继续告诉你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耶稣从你生命里面所要求的 耶稣给你最大的挑战 到不是你奉献多少金钱 到不是你奉献多少能力 多少时间 耶稣要的只有一样 耶稣跟你说跟随我 耶稣在挑战你说 你敢不敢就跟着我走 你敢不敢就全心全力的跟随我 而在这个系列最后一个礼拜 就是我们的复活节 复活节我们这样提到的 耶稣的复活 以及耶稣所复活所带来的大能 那今天就在这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 你说主啊 当我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样的准则 有没有什么样的真理 你可以告诉我 让我可以追寻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样的准则 能够影响我的思考 我的行动 甚至决定我的未来的 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 我要给你六个耶稣所给你的真理 那附带一提的是 再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 那如果你开始进入 准备复活节的人 也许现在已经到了一半 就是在四十天以前 三十天以前 我们开始一个四十天的栽戒 我不知道你要栽戒什么 那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两个礼拜 我知道距离我下一杯 非常好喝的Buggy咖啡 只剩下两个礼拜了 我发现三个礼拜没有喝咖啡 我没死 我也发现三个礼拜 我没有上脸书 我也还好 活着好 朋友都没有离开我 但是我不知道你 还剩下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如果你说前面没有跟上 你现在可以跟 没有问题 这两个礼拜 你要不要有一件事情 你说主啊 复活节到了 我为了复活节 我暂时这两个礼拜 我这件事情我不做了 比如说 我也跟以文一样 我不喝咖啡了 两个礼拜 或者说你说 我这两个礼拜 我绝对不开快车 我这维持在时速在120以下 OK 或者是我这两个礼拜 我开车的时候不讲手机 或是这两个礼拜 我不吃宵夜 也许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 这两个礼拜 开始创造一个新的习惯 也许你可以开始每天运动 也许你可以开始每天早睡 也许你可以开始每天为某一个人祷告 这次的40天我要进行三件 然后我完成了两件 我想最后一件我大概做不了了 我本来打算每一天要运动40分钟 结果第一天就破功了 那我想就再说吧 至少我有两件我守住了 复活节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甚至我要说的是 复活节比圣诞节还要重要 在圣诞节当然我们庆祝耶稣 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复活节更重要的是 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目的 圣诞节的目的就是复活节 跟戈比讲说圣诞节目的就是复活节 那个耶稣从天降下在地上的复活 圣诞节之后 祂在地上生活 在地上受苦 在地上死 为我们付上代价被埋葬复活 然后从坟墓里面复活再升天 这整个的过程是复活节的故事的中心 我们要在这里面看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真理是 这个创造天地的神 并没有因为创造你之后 就把你丢在那里 让你自生自灭 这个神祂非常的关心你 这个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人的样式 走在伽利利的海边 祂去领受你所领受的 祂去感受你所感受的 而借着祂的死 祂为你所犯的所有的错误 付上代价 借着祂的复活 祂告诉你说 你可以活着非常有能力 而且借着祂的复活告诉你 你的永恒是 你的生命是在永恒的里面 祂为我们开了一条路 这条路是你可以 又真又活的路 来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很亲密的称呼 这位天父 这位上帝 以第二人称单数告诉他说 我亲爱的爸爸 请你跟我做我的好朋友 各位这是复活节的信息 在保罗他所写的这段经文里面 他要回答我们一些问题 他回答我们说 那我在还没有经过永恒之前 这段路 我的生命 我该要怎么样过活 在这段时间里面 在我的世界上有什么真理 有什么法则 我可以来跟随的 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的时候 你要问他说 耶稣 那你的真理 怎么样使用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首先当然很简单的 你有这本真理的书 这本刚刚思晓已经提到的 这本是我们生命的指导手册 或是我们生命的使用手册 当神把我们放在这地上的时候 我们旁边是有一本使用手册了 就是这本圣经 当然这跟现在我们很多的习惯 都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拿到机器 你不会第一眼去读实验手册 对不对 以前我们常常拿到 打开一个录影机打开什么 你会读实验手册 然后他告诉你 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你读完你又开始使用机器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习惯都是反正机器打开 你就插电 然后看人家试试看 不行 再重来 我买了一部好棒的电脑 然后我好期待 那个电脑应该有 菜单至少很厚 这菜单只有三页 第一页 电脑放桌上 OK 第二页 把线都插起来 OK 就照亮线 第三页 插电 然后第四页 按按钮 开关在这里 然后欢迎快乐的使用 什么啊 然后你知道现在电脑是怎么用 反正你就按嘛 错了怎么办 错了就是不哭嘛 然后玩乱了怎么办 乱了就按重复嘛 玩你重复没有办法怎么办 就拔插头嘛 所以变成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生命反正就是随便嘛 反正不能随便试试看嘛 反正冲了再说 然后不行了重复嘛 重复嘛 就是重新来过 跟隔壁讲说生命不能这样 你要修一部车子 如果你到一个修车厂 你怎么知道这个修车厂 是好的厂还是坏的厂 你只要问了老板说 你们的工作手册在哪里 如果老板跟你说 那有什么工作手册 用我们的经验 凭我们的经验赶快走开 如果那个车 他好好的修你的车子 每一个车子有他的工作手册 每一个车子有他的维修的手册 他必须照着那个来维修 如果你要操作一个软体 你必须回到软体原本的设计的人 那里所写出来的软体手册 你就用了你的软体 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读圣经 保罗用的这一段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附带一提 你在一生中间 你应该要多认识几个经文 然后成为你的生命经文 要不然将来告别式的时候 你永远就用约翰福音3章16节 OK 我们再来读一字这个经文 这是保罗他所写的 这段经文只有47个字 中文只有47个字 原文只有26个字 这段经文的里面非常详细 非常丰富的记载耶稣这个人 然后今天我们要从耶稣这个人的记载里面 我们要学习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留给我的六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附带一提的是如果你有兴趣 在今天下午 如果你没有跟我一样进咖啡的话 欢迎你到那巴基咖啡 买一杯咖啡坐下来 然后从创世纪开始 你读每一卷书的3章16节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我先不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你就读每一卷书的3章16节 当然有些书卷没有3章16节 没有当然就跳过 你从创世纪开始 不花你太多时间 你把3章16节 3章16节这样读下来 你会发现神用316这个数字 是在告诉你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这个我先卖个关子 你自己你继续讨论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的脸书上面 给我你的答案 虽然我要三个礼拜以后 才会看得到它 不过没有关系 我可以忍 好 这段圣经在宣告 宣告说好伟大的一件事情 只要听到的人一定会跟我相信 都是伟大 怎么样的伟大 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 祂肉身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就是祂不仅肉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而且就灵来 就圣灵说祂是个义人 祂被天使看见 在灵界被看见 被传于外邦 在外邦的人里面被传扬 祂被每一个人相信以后 这些相信的人跟着祂一样 被接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这段经文在呼吁我们说 世人不要继续贪生怕死 不要继续他们醉生梦死的日子 不要继续在那边不断的去摸摸 不断去碰触 不断去犯错误的日子 他说世人不要继续抱怨你 没有路可以走 不要抱怨没有人指引你的道路 不要抱怨没有人为你路点灯 新闻就在这里 神的真理就在这里 你要不要听 你要不要看 这段经文说 大灾境前的奥秘 来啊 来看 看这个境前的奥秘 来啊 来看 看这些的真理 第一个真理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真理是 耶稣还有祢 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活在 现在你的环境的里面 很真实的活在你今天的环境的里面 神在肉身显现 耶稣不是只有活在天上的神 耶稣是活在我们中间的 耶稣不是只有高高在上 坐在宝座上面看着人类受苦的神 耶稣是活在我们中间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一个事实 那个神 那个创造你我 创造宇宙 创造世界的那个神 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们所拜的神不是在大脑里面那种 虚无缥缈 哲学的第一因那个神 我们拜的神不是在民俗里面看到 那个装扮很奇怪的 穿古装的那种神 也不是那个拿着一根 那个叫什么 浮沉还是臣浮 就是蚌虱辣 就是蚌虱辣 然后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走路不着地的那种神 不 我们的神是走路着地的 如果用现在大陆的话语就是 我们的神是接地气的 我们的神是过我们每一天生命在一起的 我们是不孤单的 我们是被爱的 是被在乎的 我们的价值高到那位宇宙创造主 那个神 祂为了你亲自走一趟 来到这个地上 告诉你 你多有价值 甚至祂为了你那么有价值 祂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是这个神 约然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记载的祂在我们的中间一起读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风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在耶稣在世上的这些日子 祂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放弃祂是神的这个特权 祂走路 祂睡觉 祂肚子饿 祂口渴 祂面对朋友 面对敌人 面对逆境 面对顺境 祂能看到人的软弱为祂担忧 祂看到人的悲哀 跟祂一起哭 祂看到人的生命改变祂喜乐 祂看到人的需要 祂满足祂的需要 祂是个接地气的神 祂孝顺祂的父母 祂听祂爸妈的话 祂顺服祂的父母亲 爱护祂的同伴 倾听人的需要 祂触摸病人 甚至祂很真实的面对十字架的 所有的痛苦 最近复活节到我开始在读 关于耶稣受难那些的经文的时候 马太福音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一个兵照着当时他们的习俗 就是给了受刑人一杯酒 酒里面用苦胆加上各种酒调和 是要让受刑人喝了以后 等于类似像麻醉就昏碎了 然后就会被钉十字架 不会那么痛苦 当这杯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看到那一杯酒 耶稣就拒绝那一杯酒 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祂要一分一秒 真真实实的去经历所有的事情 真实的活在现实的环境的里面 各位我相信这是耶稣 给我们的最大的挑战 耶稣祂说你 不要只是在想过去的事情 古早古早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以前在图书馆 读了多少书的时候 那几年前 三十年前的事情 未来 未来当我赚大钱的时候 当我买下第一家航空公司的时候 当我这样我的股票上市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 那八十年以后的事情 耶稣要你活的是活在今天 今天 今天 就在今天这个时代 就在今天你的家庭里面 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是天父放在你身边的 你就真实的面对他们 他们有些地方很可爱 他们有些地方 真的让你很伤脑筋 他们有时候讲的话 让你听得很快乐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让你很生气 他们有时候健康 有时候生病 有时候有钱 有时候负债 他们有成就 他没有失败 这是你的家庭 这是你的亲人 耶稣挑战你 可不可以真实的活在当下 可不可以真实的去面对 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些 你的工作环境也是一样 神把你放在那里 你不管活得多累 不管工作多累 那是你的工作 是现在神放在你生命里的工作 很累 很苦 没有错 很不通情理 很血汗 没有错 但是面对他 挑战他 你真实的去面对他 因为在你每天的工作 生命的里面 真心顺服神 跟神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你使用我的工作环境 主啊 我在这里 请你使用我的家庭环境 主啊 我在这里 请你使用我现在生命的季节 让我可以很真实的活着今天 最近这几年 我开始在学习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这真实事情包括两面 一面是我的年纪开始在老化 这我从来不承认的 但是我必须承认 第二面是我的父母亲老化得比我更快 那我以前不敢承认 可是现在我必须要承认 我的父母亲一直是我很大的靠山 那我每次跟我爸妈站在一起 我就觉得我的心很安定 可是我知道最近这几年 开始我们的角色要换过来了 开始我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了 我必须要开始放慢我的脚步 要慢慢走的 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胃口 他们的饮食习惯 挑选他们能够吃的 他们能够去的地方了 我爸妈每次都会说 谢谢你们陪我们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自己走 我跟丽琳自己走 自己挑餐厅 自己出去 我们可以走很快 我们可以挑很多地方 可是我们开始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面对老人家 两个八十几岁老人家 我知道这是我的现况 我知道礼拜天晚上 我固定礼拜天晚上跟我父母亲一起吃饭 我固定礼拜天晚上吃饭的餐厅 必须他们选 因为他们必须挑 他们吃得到 他们能够吃得下的 他们必须挑 他们走路可以走得到的地方 我的父亲过去是一个运动健将 我爸爸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还以为他要变成高尔夫球的职业选手了 他的高尔夫球已经达到了 就是零差点 那个就是跟职业选手一起打 可是现在我父亲 连走路都有些困难 我们到车停下来的时候 我必须考虑这停车的地方 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多远 这是现实 各位 你必须面对你生命里面 许许多多的现实 当今天早晨 我们的造型师 在后台为我弄头发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说 我觉得好像前这几天我在柬埔寨 我觉得好像太阳把我的头发晒黑了 他很真实的告诉我说 并没有 各位 这是真实 你的头发变并白了 你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这是真实 面对这个真实 两个礼拜以前 我父亲的牙齿有一些毛病 我带他去看牙科 然后在牙科诊所 我带他去就位以后 医师开始工作 我就退出来 我就坐在后诊室 我记得在小时候 是我的爸爸 是我妈妈陪我去牙科 当然那时候 他们必须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用力把我压在椅子上 然后不可能 然后在那边搅他们压着我 那当然些时候我不一样 我爸我就坐在那边安静的等 我想是耶稣来告诉我的吧 我的头发里面闪出一个念头 好像耶稣在告诉我说 宇文 你做得真好 如果是玛利亚牙痛 我也会带她来看牙科 我心里说 玛利亚牙痛 你不是这样祷告她就好了吗 可是我知道 如果是耶稣 如果是玛利亚发生什么事情 耶稣会非常真实的担起那个责任 照顾她的妈妈 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里面 有一句很重的话 他告诉约翰说 儿子 看你的母亲 他告诉他的妈妈玛利亚说 玛利亚 妈妈 看你的儿子 所以他就把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苦楚的时候 他活在当下 他告诉他的妈妈说 妈妈 你不用担心 我的门徒约翰 他要照顾你剩下来的时间 各位 真实的活着 真实的活着 踏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接触这世界上的人 接触你身边神 放在你身边的人 好好地跟他们活在一起 而且活 不仅仅真实的活 第二件事情 你很快乐的 你最得赦免的 轻松的活 你很快乐的活在 最得赦免的轻松的里面 你很真实 可是你很轻松 生活要轻松的最大的秘诀 就是知道你的罪得到了赦免 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好消息就是 我们的罪都得到了赦免 在这段话里面 保罗用几个字来代表 就是这个耶稣被圣灵称义 就是这个耶稣当圣灵站出来 站在祂跟神的中间的时候 圣灵自己亲自做见证说 这个是个无罪的羔羊 这个是个无罪的人 各位 你希望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自由来去 完全被接纳 完全无罪吗 我告诉你 你可以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代价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代价 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你可以罪得赦免的轻松的里面 来过你剩下的日子 唯一你要做的事情是 来到上帝面前跟神说 神啊 对不起 那个事情我做错了 神啊 请你赦免我 神会告诉你说 耶稣已经为你付上所有代价 我赦免你 轻松的过日子吧 有一对兄妹的故事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故事 这对兄妹一个九岁 一个七岁 他们有一个暑假 来到了外婆的家里面 来过暑假 在那边住个几个礼拜 到了外婆家的时候 外婆家有生活的规则 外婆说欢迎你们来 但是你们要帮助我整理家里 所以晚上三餐吃过饭以后 你们轮流洗碗 每天早上当垃圾车来的时候 你们轮流把垃圾拿出去 其他时间你们写功课 你们睡完都没有关系 但是下午请你们进来轮流擦地板 轮流整理家里面的干净整洁 兄妹两个都同意了 所以他们就快乐的 开始过暑假的生活 那特别是这个哥哥 九岁的孩子 他有个弹弓 好高兴 就在外婆的后院 后院养了好多鸡 鸭 鹅 然后池塘 草地 所以他就捡了弹弓 捡了石头 在那边练习他的弹弓的这些精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设树 接着是设那些铜罐子 铁罐子 到最后他开始对那个活的东西有兴趣 所以他拿那个弹弓开始打鸡 打鸭 练到有一天他忽然间武功大劲 他拿几个石头的时候一打一放 就打到一只鹅的额头 不是鹅的额头 就是鹅的头 就打到一只鹅 就是鹅的头 然后那个 啪 那个头就 那只鹅就硬生倒地 然后他冲过去惨说 啊 惨了 他冲过去发现连CPR都来不及了 那只鹅就像被大卫打到的 那个哥利亚一样 倒地不起 他心里很慌 他说 惨了 我把阿嬷新的这只鹅给打死了 怎么办 他就在树下挖了一个洞 把那只鹅拿过来 丢进洞里面 把土补回去 把草皮再弄回去 在上面踩一踩 然后他想说 毁失灭迹嘛 想说希望这样子 会不会没有事 他回到了家里面 当做没事 那到了晚上 吃过饭以后 妹妹把哥哥叫到一边 妹妹跟哥哥说 今天本来轮到我洗碗 但是哥哥 今天晚上你要洗碗 哥哥说干嘛 为什么要洗碗 明明是你洗 妹妹说 刚刚的事情我看到了 所以吃过饭以后外婆说 今天轮到谁洗碗 妹妹说 哥哥 哥哥说 对 我 所以就起来洗碗 第二天早上外婆说 今天轮到谁要送垃圾出去 是妹妹吗 妹妹不 今天哥哥 哥哥说怎么又是我 妹妹说 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 对 是我 到了下午该插地板了 说谁插地板 哥哥说 我来超好的 妹妹说 乖 到了晚上 今天谁洗碗 哥哥说 妹 昨天 我洗碗 我洗碗 哥哥又开始洗碗 就这样做了三天四天的努力 只要是好东西都是妹妹的 有一次吃完的时候 阿嬷说 今天有冰淇淋 今天每一个人有一球冰淇淋 妹妹站起来说 阿嬷 哥哥不喜欢吃冰淇淋 两球都算我的 哥哥说 妹妹说 那一天的事 就是 妈妈 我最近不能吃冰淇淋 我把冰淇淋让给我妹妹 这样过了好几天 这个哥哥心情越来越不好 他发现这个度假 真的度得是非常痛苦 他被妹妹这样要挟着 身边说的事情都变了一样 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外婆家的度假 妹妹只要一个眼神说 那天的事 这四个字 他就必须放下正在做的事情 就去陪妹妹 游戏也要不能赢他 打电动都必须输给妹妹 连手机都还给他去玩 终于有一天这个妹妹受不了 这个哥哥受不了了 他来到了阿嬷的面前 跟阿嬷说 外婆 对不起 上个礼拜 我把你后院的一只儿给打死了 我怕你不高兴 所以我不敢来跟你报告 我非常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小心的 阿嬷请你原谅我 这个外婆看着这个孩子 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外婆跟孩子说 其实那天我在窗外我看到了 我看到的全部 我只是等着你来告诉我说 你打死了鹅 然后我就要赶快出去 把鹅的事情弄进来 我们晚上可以烤的鹅可以吃 没有想到你就挖个洞 就把它告别式埋掉了 那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大概也没得吃了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赦免你的 不用担心 我们家还有很多 我们晚上还是可以 烤一只鸡 烤一只鹅 你不用担心 阿嬷还是很爱你 这个孩子整个心就放下来了 那天晚上吃过饭 外婆又问了 今天轮到谁洗碗 妹妹说 哥哥 哥哥说 妹妹 妹妹说 那天的事 哥哥说 阿嬷知道了 然后他说 阿嬷已经赦免我了 今天该你洗碗了 各位 多少时候 撒旦不断地告诉你说 那天的事 多少时候撒旦不断地在提醒你 过去你所犯的错 多少时候撒旦不断地告诉你 你那时候你多糟糕 那件事你做得多烂 那个人多因为你受伤 那件生意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又怎样 如果你不愿意去承认 你不愿意到神的面前 把这一个带到神的面前去认罪 去悔改 接受赦免的话 你永远背着那个担子 你永远活在当那个时候 你永远当你要往前走的时候 撒旦就等在你面前说 那一天 我记得 当你来到上帝面前承认完了之后 当上帝赦免你的时候 当撒旦再一次跟你提醒的时候 你告诉他说 上帝知道了 而且上帝已经赦免了 当上帝知道 而且上帝赦免的时候 圣经说你的罪就被涂抹了 圣经所说的涂抹 不是立可白涂上去 在下面写一次那样子的涂抹 你有说过文件上面有立可白的吗 然后上面就改新的 你知道你拿到那个东西 你都想干什么吗 对不对 你拿到有立可白的东西 你先拿一下照光黑里面写什么 如果看不清楚你就把它抠掉 你想要看看这个文件本来写错 是写成什么错 然后去笑那个写的人 笑他一下 上帝说 如果你的罪被涂抹 不是立可白涂抹 而是你回到原地 你怎么找 找不到原来的发生的痕迹在哪里 完完全全 完全被忘掉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读这个章节 它说 如果你承认在神的面前你承认 然后神要赦免 你整个日子你就轻松过了 你整个日子一旦你轻松过 过在没有罪 没有罪得到赦免的轻松里面 你就可以很真实的活在你的世界的里面 你不必跟其他人在那边讹语我诈 你不必在那边 不必在那边吓得担心人家 知不知道你的过去你的未来 而且你就可以第三个 耶稣告诉我的真理是 你就可以勇敢的宣告自由 不仅仅对这个世界宣告自由 你还可以对这个灵界宣告自由 你可以勇敢的宣告自由 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 是被天使看见的 耶稣在地上的故事不是只有自然界 耶稣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在超自然界也带起永恒的改变跟影响 耶稣在灵界的世界里面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祂也在那里掌权 祂也在那里掌权 拥有所有的权柄 耶稣活着 不仅仅对这个世界宣告祂活着 而且耶稣活着 包括祂所爱的这些人 对这个灵界宣告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力量 可以把我跟神的爱隔绝开来 保罗在罗马书这么写 他说一起来读 他说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召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基本上来说 保罗这段话是说 这个宇宙间所有的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包括现实的 包括灵界的 包括现在包括未来的 包括比你低的 你想象不到的任何一个因素 可以把你跟神中间把它隔离开来 你永远属于神 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 在你信耶稣之前 你很怕鬼 各式各样的鬼 有没有一些 你看到一些暗暗的地方就进去 也不知道有鬼吗 然后看到黑暗的地方你不敢去 然后一些有人告诉你说 那个房子不要进去 然后那个地方很阴 那个地方很怎么样 然后你看到有一些人 这个人身上有什么 然后甚至有人告诉你说 小贼你后面有好几个阴魂 跟着你 各位耶稣告诉你说 你可以对这一些宣告自由 我给你一个 我常用的一个习惯的 如果因为我常常旅行 你到了旅馆 你进了旅馆的第一天 第一刹那 他进去你的房间的第一刹那 你奉耶稣的名宣告这是圣殿 你奉耶稣的名宣告说 不管在这个房间里面 已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管房间里面有任何的事例 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一旦我走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房间成为神的圣殿 我要在这里 我要敬拜神的地方 所有与我与神相反对的人 都离开滚开 与我无权无分无地位 各位你可以做这样的宣告 你知道吗 当有人告诉你说 那个房子很阴 你去 那个阴就变成阳 当有人告诉你 那个地方不要去 那个地方会怎么样 你去 那个地方那些梦省的 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得自由 你可以宣告自由 是因为耶稣在圣灵里面 在灵里面宣告自由 你曾经被算命所说的话 把你捆绑住吗 算命的说你某一年有大灾难 你哪一年犯冲 你哪一年是什么孤暖年 你的年纪过不了哪一年 你的生命会怎么样 你的婚礼会怎么样 告诉你 奉耶稣的名切割开来 命令祂闭嘴 我小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的阿嬷 我爸爸的爸爸妈妈 并不是在教会里面 我记得我曾经 不知道哪边讲过故事 我阿公是庙里面的罗主 然后我的阿公那边 他们跟庙的关系很亲密 我阿公以前是他们庙的 敬拜团的领唱 那就是唱北管的那种敬拜团 那所以我小的时候 阿嬷就带我去看命 那很小 就好像她寶寶的时候 那个看命的告诉我阿嬷说 你不要让这个孩子靠近水 因为他18岁之前有水关 那18岁之前会被水淹死 我想这是一个算命的一种心理学 反正他随便讲 他讲100个18岁以上以前 反正18年后谁知道啊 然后偶尔死一两个被水淹死的人 那就是我告诉你了 那我阿嬷就很忐忑 那因为我妈是基督徒 所以我阿嬷也不太讲得太 就是告诉我妈说 这个孩子18岁以前不要让他去碰水 要不要游泳什么的 到我12岁的时候 我考进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学校 叫卫道中学 卫道中学一个非常伟大的校规 就是国一上学期结束之前 每一个人都要会游泳 当然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会一定游泳 但是我不是完全会 但是国一之前要游泳 而且家里面应该有18岁这样 这个概念 所以每一次我阿嬷听说 小时候阿嬷听说我去碗水 阿嬷都会想尽办法要阻止 国一的第一堂体育课 上游泳课的时候 那时候那位石修士还在 他叫我们所有人站一排 站在游泳池旁边 然后面对游泳池 问说谁会游泳 然后举手 好 我游泳自己下去 自己咚咚咚跳下去 剩下的十几个都不会游泳 站在那边 然后石修士说好 现在你们今天开始 你们开始会游泳的 一个一个丢下去这样 那当然丢下去 其实那个水很浅 只有腰这样丢下去 本来吓一跳 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们就开始学游泳 然后我就学会了 过了18年我没有死 36岁没有死 54岁没有死 76岁会不会死 我相信不会 各位不要被那一些 那一些把你禁锢住 我知道有些人 你生命里面 被一些人家的 所谓的算命 把你给绑住了 今天你奉耶稣的名 砍断这些算命的话语 对你的影响 你可以宣告这些算命所说的话 在你生命中无权无分无地位 你可以宣告他们所说的 关于你的名字的事情 你知道有些人 拿名字去给人家算 人家告诉你 你这个名字不好 这个字会怎样怎样怎样 宣告叫他闭嘴 就算你已经 已经你的名字被人家算过了 你今天就可以奉耶稣里面宣告 那些人所说的话 跟你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耶稣已经叫我在灵里面得到自由 耶稣已经叫我在这些 这些别人以为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得自由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每个早 每一天的早上当我打开电视 我想看看在我睡觉这几个小时 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看一下成天新闻的时候 不仅仅成天新闻在报新闻 下面有一些跑马灯跑来跑去 旁边有个栏位 就不动在那边 告诉你什么 你是金牛座的今天要穿红衣服 你是什么双子座的 小心座的右边那个人 然后如果你是什么处女座的 不要往北边走 你知道有那种 然后上面都是什么老师告诉你 怎样怎样这样 我真的好讨厌 因为那些话语就这样告诉你 告诉你说今天如果你是双子座的 你坐下来以后 右边第三个人会对你不利 你就坐下来酸第三个 哎哟 永金坐在那里 哎哟 那边谁坐在那里 你整个心 如果你相信他 你就被他绑住了 各位 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些东西 不再对你有任何的帮助 你也不要再去想 你是什么做 什么属什么的 人家问你说你什么做的 你就说我是上帝 在爱里面所做的 人家问说你属什么的 你说什么 我是属耶稣的 各位不要被他绑住了 你已经得自由了 不要被那些数字绑住 什么势不吉利 什么13号星期五不好 我不知道西洋人他们是怎么了 耶稣是西洋人传给我们的 可是他们竟然后来被撒旦骗了 他们相信13号星期五不好 事实上13号星期五是个祝福的日子 你知道吗 为什么13星期五不好 因为在星期五那一天 耶稣加上他十二个门徒 一共十三个人 遇到了全世界全宇宙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我在宇宙中间 在我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 13号星期五不是一个黑色的 13号星期五对基督徒 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因为那是纪念耶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 各位这些 你都可以破除祂的禁忌 晚上看到月亮你指吧 我知道这笑的人知道 从小都被讲对不对 不可以指月亮不然会怎样 耳朵被割下来 我一直在指 如果指月亮耳朵割下来 那些太空人飞到月亮都还没到 不是耳朵都掉光了 这些禁忌我们可以把它拿掉吧 你可以奉耶稣里面宣告这些不平安 那些有庙会的 有丧事的 有鬼月的 有坟墓的 有殡仪馆的 那些都因为耶稣被保血遮盖 被涂抹然后就被保护了 曾经有一个 有人问立音姐说你们家住哪里 立音姐跟她讲我们家在彰化的 什么路什么路 然后立音姐告诉她 顺带她说你就往那路上开 然后你看到殡仪馆 然后我们家就在附近 然后那个人就莫名其妙 哪有人家用殡仪馆当做你们家的指标 立音姐说我们家就是殡仪馆旁边了 那怎么办 所以人家找我们家 人家问说你们家在哪里 你找彰化殡仪馆就到我们家了 那幸好我们都看起来人模人样 不然你可以对世界宣告自由 你可以对灵界宣告自由 没有人可以指控你 没有人可以控制你 没有人可以使你跟神的爱隔绝 你可以从对灵界的惧怕里面得自由 你可以从未知的世界的惧怕里面得自由 你可以不再被未知世界把你给欺骗 加拿太书这么宣告一起读 他说基督释放了我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这是神所宣告的 神说基督里面你得到自由的 神宣告对这个世界宣告说 这一群人是我所爱的 是我的儿子在十字架上 付代价所买回来的 从今以后没有任何恶势力 在他们身上有任何的权柄 神宣告你 宣告每一个人 可以回到他身边享受丰富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规范可以挟制你 你可以从自我否定里面得自由 你可以从罪的挟制里面得自由 你可以从死亡的恐惧得自由 命运 各式各样的禁忌 杀到魔鬼的恶势力 过去的错误 未来的恐惧 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负面评价 从这里面得可以得到自由 你可以从你心里面的欲望 你心里面的自私 里面的私欲 贪心 污秽思考里面 可以得到自由 你可以从你的自我咒诅里面得到自由 为什么 因为圣经这么说 基督祂释放了你 一旦你活得真实在你世界里面 一旦你活在罪得赦免的轻松 一旦你活在得自由的里面的时候 你会开始做第四个真理 耶稣告诉我们的 你可以开始很热情的传递福音的好处 这是我们在地上 在我们回到天上 进入永恒之前 回到死之前 我们能够做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问了一下 我们现场的那些青年人 我才发现在将近一千个人里面 好像只有少数是因为家长信主 带他们在教会 大部分都是第一代信徒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你是别人传福音给你 所以你今天坐在这个礼拜堂 先举一下你的手好吗 谢谢 请放下 请你记得跟传福音给你 跟他讲说 谢谢你把福音传给我 真的这个世界上 你真的需要把福音传给许多的人 你都会跟人家传一些好消息 对不对 哪一家店的咖啡好喝 哪一家店在打折 这个你都会传简讯跟人家讲 对不对 然后告诉人家 这个东西好好 你都会传 这两天有一家 这两上礼拜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常常出现在那一家超商 超商有我的电话号码 所以他们常常都会写简讯告诉我说 他们今天肌肉大打折 一只土鸡199块 然后什么花叶菜 一朵花叶菜多少钱 然后牛奶多少钱 他们会写给我 然后我收到以后 我就 哇 好好 我就传给丽琳姐 丽琳姐传给张瓦她们的团队 然后等到我去买的时候 土鸡都被买光了 你知道你连超商的 这些减价的信息 你都会传好消息给别人了 那种关乎你的永恒 关乎你的生命的 你为什么不传呢 在我们教会里面 儿童团队有一位跟我一样年纪的 一位弟兄叫明辉 明辉是我从国小到高中的同学 后来他信的主来到教会 参与在儿童团队服侍 有一次当我们在谈话谈起来的时候 我忽然现在告诉我说 宇文 你很没意思 你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基督徒 竟然在高中的时候 没有叫我去教会 没有把福音传给我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很火热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当牧师了 可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福音传给 传给我的同学 我不知道很好 后来明辉她也是信的主 她现在还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在服侍 后来大概过了几天以后 明辉有跟我讲说 我想起了 有 你有做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宣教室 蓝医生 就是张基的蓝医生 他每隔一段时间家里会开放 然后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间不能讲台语 不能讲中文 只能讲英文 然后练习我们的英文的 我带过明辉去那边 学过英文一两次 他说那次算有吧 可是你想想看 你有多少你的朋友 如果你是在高中信主了 你班上的同学到现在他们在哪里 如果你是大学信主了 你班同学在哪里 如果你是出了社会信主了 你现在你办公室那些同事 他们在哪里 他们有机会听到吗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同时一个挑战是 你可不可以很热情的 把我的故事传给万邦 传于万邦 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故事非常热情的 传于外邦 让这些人都知道这些讯息 因为保罗这么讲 第十章的十三节的罗马书 我们一起读来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只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保罗他说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这个是真理就是这样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可是问题是他就挑战 问题是人怎么能够求告主名 他自导他要先相信啊 可是人怎么相信 如果没有人告诉他 没有听见过信息的话 他怎么会相信呢 可是如果他想听的话 如果没有人传 他去哪里听呢 可是如果没有人奉差遣出去传 那有谁可以听得到呢 如果你要你的朋友 他能够求告主名救必得胜 那你可不可以成为 那个整个逻辑的第一个人 推倒土牌的第一个土牌 你可不可以去传福音报好消息 可不可以成为你开始 你会奉差遣去传福音 有时候传福音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 有时候那个感动是很不方便的 比如说你在买菜 比如说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人 有时候你为了传福音 你卯上了劲 上个礼拜这五天 我带着这一群人 我们到柬埔寨去传福音 那花了很多钱 买机票了什么的 然后很受苦 然后坐停留车这样撞 撞到从离开城市一个钟头以外 停留车整个地方 然后我们带着好多人信主 好多小朋友很高兴 然后遇见耶稣 然后跟耶稣开始学习祷告 我好高兴喔 可是这些事情 你在家不也可以做吗 当然上个礼拜我们对的好处是 上个礼拜听说台湾寒流 可是我们在那边享受的是寒流 你们在那边寒流12度 人家在那边享流36度 然后真的是烤到干掉 所以才会烤到头发都烤黑了这样子 可是当然欢迎你跟着我去柬埔寨 透过翻译来对当地人传福音 可是你邻居他们也会讲台语 你的邻居他们不必翻译 你的亲人呢 你办公室坐在你隔壁那一个呢 还有那位刚刚离婚的同事呢 你的邻居你的客户你的属下你的长官呢 你有什么理由不把福音跟他们分享吗 我想耶稣的真理里面带着挑战 他挑战你的第五个事情他是说 那你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走上信心的道路 在你的生命里面 信心可不可以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真理 你可不可以相信 你可不可以用信心来领受真理 你可不可以用信心来领受祝福 说实在的 每个礼拜天来这边看热闹 那个太简单了 你只要把车子开过来就好了 你每天来参加主日 每个礼拜参加主日欢庆这里非常热闹 他们有音乐 有讲道 有代道 有见证 都很热闹 然后音响灯光 都做得好棒 我们都想尽办法弄得越来越好 然后台上的牧师都卯足了劲 想尽各种梗让你不要睡着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讲个笑话 让你赶快醒过来 然后希望你能够听进去 各位如果明天这个时候 明天这个时候你来 已经结束了 明天这个时候你来到教会没有人了 10点到12点是我们的周一主日 完了以后解散了 你到这边这个整个安静了 这些人已经没有人在那边唱歌了 你来到台上 台上没有人在讲道了 如果牧师所说的话 只是现在好听 现在好笑 讲了以后那个声音飘到地上 飘到天上 然后掉地上东 就像石头一样就不见了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些话语或是这些经文 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去 成为你的信心 你的行动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改变 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样改变 那个比较重要 礼拜一 你这样面对新的挑战 那个时候你的挑战 你的感动还在吗 当没有这些乐团美丽音乐的时候 你还能够赞美 还能够祷告吗 如果你必须要躺在病床上 养你的流感的病的时候 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还能够赞美神吗 当耶稣遇到困难的时候 祂赞美神 当耶稣遇到挑战的时候 祂的信心在那里 祂祷告 各位 我们要学习祂 我们要怎么做 《徐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一起读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在起初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 的那个兴奋 那个信心 有没有越来越增强呢 信心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 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信心 我们也一样这样子做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祂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老实说 我们比事实上其他的人 并没有太多好太多 你说比钱 我们不一定比人家有钱 你说比知识我们不一定有 你说比帅也许啦 如果比美 maybe啦 但是这不是我们用来 用来胜过世界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用来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 我相信当世人在看的 只是眼前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看到的是信心 看到成就 神所要成就的那一些事情 当然我没有办法保证你 人生每一天都风光明媚 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好时间 但是如果你坚持信心 你就坚定在信心路上走的时候 耶稣祂是这样子的坚持 所以我相信耶稣的真理 会成为我的真理 我会拥抱耶稣所拥抱那个信心 最后一个耶稣给我的真理是 我的生命的眼光要放在永恒里面 我生命的眼光要放在永恒里面 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今天现在所做的事情 对于永恒有没有意义 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我所说的话 我所提出来的这些服务 对于永恒有没有意义 耶稣的生命目标是在永恒里面的 因为祂从永恒来 祂活在永恒里面 祂把永恒带到世上 然后把世上带到永恒里面去 今天在我们世上 你所看到的快乐 荣耀 笑容 喜乐 这个都是永恒的预言 你很喜欢喜笑的氛围 你很喜欢爱 你很喜欢礼物 你很喜欢人家说你有价值 你很喜欢被拥抱 你很喜欢被尊重 这些都是永恒的价值 这些永恒的价值指向一个方向 就是刚刚那个经文的最后 神的荣耀 在神里面的荣耀 就是这些喜乐 就是温暖 就是爱 就是价值 就是被拥抱 被爱 所以你生命里面你所经历过 你咬着牙 经历过这些努力 这些挣扎 这些痛苦 困难 都在带你往同一个方向 带往神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C.S. Lewis提了一个 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 为什么世上我们有困难 因为神要提醒你 这个地方不是你家 为什么世上有苦难 因为神要提醒你 这个地方不是你家 此生不是永恒 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件 关于永恒的事情 关于家的事情 关于你的生命归属的事情 关于一生 这一生不是永恒的事情 有一个经文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我很爱很多章节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千万不要 当然不是说那个章节不好 我说不要只是用三章十六节 为我讲道好吗 你会有很多的经文你可以用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来 我们很喜欢欢乐的气氛 我们喜欢被爱 喜欢被尊重 我们喜欢被注意 被关怀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有一个属于永恒的位置 在我们里面 神放进去的永生在你里面 当神把那永生DNA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城市是你的爸爸你的天父 创造你的时候放进去的 你就永远不会满足于这个世界上 不属于永恒的东西 因为你是从永恒来的 你是从荣耀来的 你是从神来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有些东西让你很不舒服 这些跟荣耀跟永恒相对应的 相背离的 你会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你会像这样的座位 你会坐在里面 你发现左右的位置很少 你会坐在那边 你坐不久 因为你是永恒来的 就在永恒里面没有空间的限制的 为什么你被时间追得很紧的时候 你很不舒服 只有五分钟 十分钟 照着时钟表 你会觉得有压力 因为你是从永恒来的 在永恒里面没有时间的压力 如果你觉得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做不来 为什么没有办法做 你会很懊恼 为什么你为你的能力有限 你懊恼 因为你是从永恒来的 永恒里面的能力是无限的 为什么你对过去所失去一些机会 过去所一些该有的机会 你没有抓住 你现在非常后悔 因为在永恒里面是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没有未来 就是现在的 各位这些迹象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活在世上就死在世上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 我们在那个永恒的里面 我们是计划神在永恒里面计划你 你的未来是在永恒的里面 只有那里能够满足你 你的生命目标是在永恒里面的 耶稣给我们的第六个真理 每做一件事情想想看 这件事情在永恒里面有什么意义 这件事情如果带着永恒的意义 你就努力的做 忍着在那里 现实的活在那个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 他怎么去描述这个概念一起读 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祢在今天 当我们用这段经文 我们想去搜寻耶稣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 主我求祢来帮助我们 能够很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主谢谢祢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付上的代价 让我们可以快乐地活在 罪得赦免的轻松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因为祢的爱 勇敢地对灵界宣告自由 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间 把每一件事情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带着传福音的热情 带着信心坚定地往前走 我们谢谢祢因为复活节 我们谢谢祢因为十字架 我们谢谢祢因为祢为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 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你第一次到教会来 我要给你一个挑战 或许过去这些年岁你一直为自己努力 你一直为自己活着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挑战说 好不好回到你生命的原创者的身上 好不好回到你生命的原创者 祂为你所预备的生命意义的上面来 好不好连结在这个创造你生命的 这个神的身上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祢跟我一起做接下这个祷告 请你跟我一起祷告说 亲爱的耶稣 现在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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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心门打开 把我的心门打开 邀请祢进到我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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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的主人 做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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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免我的错 赦免我的错 饶恕我所有的过犯 带领我前面的人生 带领我前面的人生 带领我 活在快乐自由里面 活在快乐自由里面 谢谢祢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祢起立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回应 哎呀 那正就那些 被告知 我胜过死亡 你促过 我胜是全能 因为阿弥 我们的生 以为主 我胜是全能 你为主 我胜是全能 我奉耶稣的名 我要来祝福祢每天踏实的 活在祢的真实世界里面 带着罪被赦免的轻松 带着愉快 带着自由 活祢每天的日子 借着祢许多人 因为这样要听信福音 借着祢他们要求告主民 他们要得救 借着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永恒里面被纪念 在永恒里面永远存在 奉耶稣的名祝福 阿们 拍手叫荣耀 掌声归给神